小新第一次喝咖啡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这天美牙正喝着咖啡 此时狗一样灵灵的小新闻着味道过来 立马分辨出来这咖啡和美牙平常喝的味道不一样 美牙表示这可是高级品牌的新产品 小新说着也要来一杯 随即遭到美牙的拒绝 毕竟这可是大人专用的饮料 小屁还不能喝 小新反驳风间说他就有喝过 可就算是这样 美牙还是不同意 反正在他们家小孩子只有长大才能喝咖啡 因为咖啡里头含有咖啡因 小孩子喝了之后晚上会睡不着觉 小新听后恍然大悟 到了晚上美牙叫小新一起去洗澡 小新表示自己已经长大了 应该要学着自己洗澡 美牙健壮只好一个人先去洗 小新则又动起歪心思 趁美牙洗澡之际打算偷偷给自己来一杯咖啡 第一次使用咖啡机的他不知道怎么使用 接着想起美牙平常的操作 小新也学着赵佐 第一步先把咖啡豆倒进去磨成粉 结果发现还没插电 紧接着捡起插头却发现长度不够 小新则一点点往前了 就这样小新索性把咖啡机放在地上开始操作 结果由于忘了盖上盖子 导致咖啡豆四处喷射 小新赶忙将电源拔掉 结果外面传来美牙的质问声 小新连忙敷衍两句含糊带果 接着小新再一次倒入咖啡豆 有了先前的经验 这一次运行得很顺利 不过由于声音太大又惊动到美牙 磨成粉后 小新当即就给自己泡上一杯 结果刚来上一口就喷口而出 听你这么说 你一定没有喝过咖啡对不对 小孩就是小孩 我就不再是个小孩了 随后便将各种配料放在一起搅拌 能分辨不同的男人 也原先只住五岁 不复杂的味道 就这样到了半夜 小新由于喝了咖啡导致毫无困影 按照以往的方式先试探美牙 大屁股的婆婆晚安 没问题 确保安全后再出去客厅找点事情做 小新寻思了一下 打算把自己想做的事写下来做个时间表 要吃小小饼干 在漂亮姐姐面前跳一百次到下午 还有 还有什么呢 转眼到了第二天 美牙醒来不见小新人影 接着出去一看 小新正趴在地上呼呼大睡 这让美牙大吃两斤 这孩子怎么会睡在这儿呢 随后小新就顶着两个黑眼圈上了娃娃车 这让小朋友们顿感一会儿 感觉小新今天格外的稳重变得跟大人一样 我一顿摸一顿下来 焖客 啊 我的咖啡 咦 你你你真的过了呀 fro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